主俘虏啊,偷盈起来,您倒告诉这一声,连马登他都没告诉,带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杀出来,一直杀到敌人的原文前,主俘虏了,他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看。 他愣了,怎么回事,这个州军大营啊,冷冷清清,有这么几盏登陆,而且那登陆呢,他竟枯弄,这随风在那儿啊,直晃着,有几个老洛残兵, 堵着刀枪啊,跟着打盹呢,如果说有点生气的话,那就是风吹战旗。 看到来了,骑兵将军,大营啊,没有重兵把守。 哦,微微一笑,盘思盘算,天助,喂,这人要是该手露脸哪,没辙。 şallah,就他这下 shaking,如入无人之地, sat,喊一声哗,哗鸥。 这人就冲进来 一下杀了中军战 啪 用枪一条战略 一下被战略就跳飞了 打仗里头怎么一看 依然没有 空上一座 哎呀 新俘虏 还是十一斤啊 快了 可能上杠了 有点回过味 回过味 完了 左一门一声炮响 又一门一声炮响 喊杀声四起 哗里下铺天盖地 到处都市中兵 这怎么办 往回退 退不回去了 他叫着自己的名字 你干嘛来了 你不是想要露一鼻子吗 你不是不服那俩小孩子吗 这怕什么呀 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那就杀吧 在敌人心腹中开花 我杀他一个地腹天才 出一把银银 夫人就刺 御人就挑 过来两员将一切子 把屈服炉给接住 那就是那两位副帅 州里全是九二八魂 大砍刀 和三匹马杀了个铜银状 就像总法能一样 去弗罗一看行 怎么行呢 这周营之中确实还是真有些能人 杀了没有二十几个回合 他居然把这二将给杀败了 他哗着一下 人家摸马就败 他随后就追 已经到人家中军站 还往前追呀 这位有点没谱了 也不是没谱 确切点说 这位军事常识太差了 还往前追 追着追着只看 刷拉这么一下 对面有一哨人马列开队 为首是原部将 在灯光下仔细一瞧 不是什么部将 是一个出家的女道士 手里拿着 一把扶尘 讲究 怎么讲究 这扶尘这半啊 三十三寸三分三长 是欲的 他把去路给挡住 什么人如此大胆 敢闯周英 哼 这扶尔一撇嘴 怎么 是一个出家人 应该跳出三界外 少跟你掺和 再又说了 还是一个 女道姑 你这将军 你这将军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 你且散开 我今天要的是 李承叶的手机 你倒不笑 来将如果能敌得住 我手中的扶尘 你就可以随便冲杀 要敌敌不住 就怪你一家天长 今夜 要开杀戒 什么 哼 多狂闹 哎 只要在周英待着的 毕竟是好人 甭管他了 啪一下 俩脚鱼锤 崩盾成马翁 且这么一场 零枪就刺 只见 这个女道士往旁边一闪 是手里的 这女扶尘轻轻惯惯 一磕他这个 轻的 咔 啪 喝 须夫录一愣 怎么 他那扶尘是玉的 是铁的 不锈钢吧 那时候有男子不锈钢吗 反正那亮堂堂 这会看见像玉的 怎么刚刚就这么一声 什么意思能 和我的铁枪磕呀 你可别说他真有点力气 此人万力不小啊 马步交锋 打到一处 打着打着 你个道士 一搏头 就进了这个营门了 一个小营门 居夫录就不应该再追 能杀头血路啊 是三十六招 所谓上策 今儿个他蒙了 头了 神差归石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非追不可 一向冲天的小营门 往里这么一出点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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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线零洞动 走线零这么一动 跟着哗 这么一下 三动半把锁一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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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的半把锁 居夫录啊 还没等李达挺 跳起来 他的拳脚也不错呀 武功挺好 打的时候露过几招 马上度假 都不错 事宜完了不起的 战将 可是还没等起来 再去寒光自闪 手起剑落 咳 居夫录 这贾薛刚 啊 抖打的人头啊 呜呜呜呜呜 下来 只剑 那女导师望后 这么一撤身 他御夫臣 带他这道跑 领在这牵着 手里头 一口清风宝剑 那血 受着这个血槽 吩咐一声 来人哪 把敌将手机 原挂原门 追 手机人 下了一哆嗦 怎么 好家伙 这女道胡感情不光会看病 贴她那个印药啊 呼她那药 吃那药 据说大剑好转 感情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好呗 把这房州城大将给宰了 人头挂出去 这会儿就给这女道胡贺宫 城里边呢 庐陵王已经得到禀报 他亲自登上城堂 手扶多口往队面看 看不太清楚 怎么 他打赢得还远着呢 但是 取乎鲁那脑袋够大呀 好家伙 跟那头后头大三白西伙差不多 好家伙 硬说说的呀 苗茫茫 稀里糊涂的 能看出点眉目来 看出点模样来 确实高悬手机 那就是副帅取妇路的人头啊 哎呀 卢陵王手扶多口放声大哭 哎呦 左右串弄 串也串不住啊 哭得萌提多伤悲 终将都掉内了 你这怎么说呢 也可以说 卢陵王这是对他手下战将的感情 也可以说呢 这是手段 等于刘备摔孩子一样 大伙一看就就哎呀 千岁如此之伤害 这怎么 卢陵王敦俗吹凶 我一定要给我 徐将军报仇缺恨 供要亲自处征 我亲自去 吩咐一声 三军挂校 谁不是说 投在来神传校吧 都得挂校 简单的这个 这个小孝山 大小孝山都给我配上 哎 为徐将军复仇 写几八字跳出去 写上啊 我干一大条跳出去了 真干了这 就在园门前交战 哎 三七王伤势 大为好转 啊 这自己都觉得奇怪 怎么 这 这神心一把抓呀 啊 禀阙复生 华陀在世 神医呀 嘿嘿 哎呦 慢着点 太激动了 这十一 确实是十一 这两个 不单此位先长 一束高明 而且无意高强 敌军前来 偷鹰戒链 活捉的 啊 杀死的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 回去没有多少 逃回去 也是不死在渣 逃回了房州城 居然 把游灵王手下的副元帅屈首给斩了 人头挂在园门 打偿我周春的锐气 我又重赏这位道国 我要亲自上表给天子 给他从修妙语 妙语中不管供的哪路神仙 大肃金身 他不知道怎么这好了 这时候颤报来吧 盧陵王要给他手下的副帅报酬 亲自来抄战 带我出征 哎慢着慢着 怎么八家太保两位副帅 以及先锋官所有的人 包括那位女道士 都过来解圈 为什么还言元帅 伤势未遇不可出战 女道姑啊 抢前一步 元帅且挺放心 那位将军也不必动怒 嗯 给我五百精兵 贫道不踩 我今天在两军阵前 要生秦如灵王 将他押解金兵 去见他的母亲 责天陛下 我看 他有什么话讲 母亲带他布包啊 虽然说把他贬到方舟来 但是还封他为王呢 他不知道好好报效国家 报效他的母亲 结果敢反他的老娘 这还了得 哎 我今儿个要亲自把他捉了 哎呀 这这这这 心张情商 手一败 至于吗 这么大三七王 哎 他就在这方面差点火候 怎么 他没那份 哎 一来就说是某某人的这个风度 这个风度啊 是自然的东西 哎 他有了这个学识 这个风度自然而然 就就就就来了 没有这个 这里边的都通通的空空的 外面再怎么着 也不行 所以他给倒壶要磕头 他回看这 这有点太过了 这 说一看 哎呀 算您 不必如此 我等 陪同仙故杀出 银门 一声令下 跟着后破连天杀出来 奴隶王问左右 是是是 什么人 啊 倒战我家 副帅 那我说 您您看您看 千岁 就是他 呦 飘然而至 也不知道这位是风吹过来的 还是走过来 轻飘飘的 就到这阵前 往那这么一站 哼 大伙一看 这不得了啊 怎么 站如松 卧如宫啊 走起来是一阵风啊 这鱼道姑 是鱼道公啊 是啊 你身上穿着麻卦仙衣呢 正在一轮旁边有人说话 哎 是他呀 认识老朋友了 啊 在鲁林王下去了 回头一看 是那位苦义 我说 哎 这这这 清家你在说什么呀 哎 你认识 此道士 我太认识了 我们俩人还曾经有一面之时 哎 他舍过药 我帮他卖过药 大伙越听越糊涂 怎么这都哪跟哪啊 什么叫舍药卖药啊 你都管了 哎 原来是他呀 哎 这位屈服的元帅死的太窝囊 在这儿轰轰烈烈 听说薛刚是元帅 他是祝元帅 还准备兴堂灭州呢 还没等离开这个 这房州城一步 就让这女老道给斩了 这太可怜了 这带我过去了 也没等如灵芒说着 他一催作气 大骆骆跑过来 哈哈哈哈 无良佛 你这不起哄吗 怎么 你又不是出家人 你念什么佛号 哎 别来无恙啊 啊 灌主 这女道士不看则也 这一看啊 可气坏了 扔出来了 我在跳神手药的时候 这人就站在我的身边 上了我的莲花台 他一望我这 这浮尘 好吗 那钥匙劈的啪啦 像包子似的往下掉 就是这 多可恶你说 啊 原来是你呀 强牙 神头火 新说 我就是得把他逮了 我得用个稳均之计 哎 我要是 一发怒 一吼叫 别让他有什么精神准备 这个小孩子 我得想办法把他哄下来 哎呀呀 吴良福 真是少见的 没想到施主 你已在此处 就是呢 哈哈 我说 你一个出家人 今儿给你跳神手药 明儿你跑这儿来助纣为乐 帮助周营 是何道理 哎 贫道有些心事啊 小施主 这样高一声低一声的 说话太不方便了 请您下座进来 我有几句心俗话 相告